大家好 我是小屁 韓服天堂M釋出了7月8號的三週年改版消息 這次除了推出新職業狂戰士以外 還有增強舊職業龍鬥士新增一些技能 那影片開始之前請先檢查一下有沒有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還沒訂閱的朋友們記得訂閱喔 首先一定有新職業就會有新的變身 這些變身目前還沒有屬性卡池 這個我們之後再來幫大家做介紹 然後一共新增了16種裝備 其中包含了兩種神話武器 也就是說這一次狂戰士有出16個東西 然後金武直接出兩把 那其中這個毛類不知道王族能不能使用 這個我們要等明天才知道 一次出兩個金武也是狂啊 接下來就是出了42種裝備收集 其中包含兩種是紅裝的收集品 這個也是我們明天才能知道到底這42種 加的屬性跟他的門檻會多高呢 就還不知道囉 然後7月8號到8月5號 這段期間有限時販售一個 狂戰士的紫技能 這個技能是可以讓你在一定的血量%下 你的攻擊暴擊率增加 那肯定也就是200萬啦 因為這是紫技嘛 OK 接下來就是龍鬥士的兩個新技能 經濟的部分就是龍之吐息 他可以對遠距離的目標進行 重暈 然後以及上這個雷電的debuff 你如果被傷到這個雷電debuff 你被打會變得更痛 然後 紅技的話就是被動技能 他可以增加龍鬥士的物防 以及PVE的傷害減免 奪命之雷的部分是延長了司法距離 以及增加持續時間 然後這個四大龍的覺醒現在也有更改 他現在是不能被相消的 而且會有一些特殊的特效 有範圍的傷害 然後以及可以緩速這樣子 OK 接下來就是這個三週年的 箱子 那你只要花300天幣 你就可以獲得三張TJ卷 以及三週年紀念手煉 以及這個三週年成長箱子 三週年成長箱子的話就是給你 傷成飾品 然後以及這個 成長藥水 那這個三週年手煉的部分就是 這一次新增的手煉 底下還要再講到 然後新地圖的部分 他的分配是 有黃昏山脈跟一個地尖 那黃昏山脈的話就是大家所知的 就是奧曼斯塔前面的黃昏山脈嘛 那這個黃昏山脈的話會掉的東西 也是有所更動 然後會有一個新的斧頭叫做沉默之斧 然後以及掉狂戰士的一些紅祭或是紫祭 然後其他的就是原本就會掉的東西 接下來就是裡面新的地尖 他有分三大區域 第一區域是 一般區域就是你 從外面進來之後就會進入這一般區域 那你在這一般區域的西邊或是東邊 你會看到這個地標 你如果點他的話 花費少量的天幣 你就可以傳進去這個黃色區域 這個黃色區域他的生怪速度是1.5倍 那你也可以用 哈丁的傳送直接傳到這個黃色區域 那紅色區域就是boss區 會有一隻 藍紫色的炎魔在這邊 吊寶的部分的話就是有紅色然後最高也是紫祭 這邊還有一個隨傳卷 這個隨傳卷是怪物會掉落的 那你如果你拿到之後你就可以在 這個地圖上隨傳 但是但是 不能直接傳進去boss的地方 好這一次的無痛轉移就是只能轉龍鬥跟戰士 然後這一次的牽到第35天是會給你一個隱藏的TJ箱 那這個TJ箱還不知道是可以幹嘛的 我們就只能35天後見真章啦 然後這一次還可以再使用這個狂戰士的護身符 這個護身符你可以花1000天幣來製作 這個護身符的 效用就是 葉子消耗減免加5% 然後你只能在那個雅丁大陸的地間使用這樣子 OK 好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新的活動 它這邊上面翻譯是說每個小時都會出現這一隻boss 這隻boss打死之後有機會會出現會掉藍變 或者是祝福的氛圍跟一般變身娃娃抽卡 氛圍的話就是用來做住武或住房 OK然後以及這個 妖魔鬥士紅色妖魔跟妖魔鬥士出來了 然後新的一個飾品 藍叫做閃亮的手鍊 這個我個人是覺得他都取閃亮系列的 有可能是商城飾品這樣 因為上一次出的手環是不是商城飾品的 然後這一次的 充等包一樣有藍鑽購買榮譽 所以現在 藍鑽榮譽的話算是充等包的常態了 OK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 韓版三週年重點分析啦 如果有任何問題心得的話 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所有喜歡玩天堂M的朋友們 我是小屁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掰掰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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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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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000